过来人包单元带大家来关心民众拿立委高宏安 今天在脸书上发了影片 表示这口罩实名制自动贩卖机开箱曝光了 民众将来只要插上健保卡 立刻就可以买到口罩 如果插错卡的话 这机器内建的声音还会幽默地说出 我的老天鹅来提醒民众相当逗趣 而台北市府跟中央合作 目前正在测试这款的口罩贩卖机 还没上路 不过已经让大家相当期待 大家可能都还没有看过的 口罩实名制的贩卖机 好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这台贩卖机到底怎么使用 立委高宏安脸书开箱口罩贩卖机 吸引大批网友关注 只要花十秒就能搞定口罩 不用再到药局大排场了 不是健保卡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们也来试试看 这也是一张信用卡 我们把它插进去看看 这台贩卖机也太香名了吧我想 口罩实名制贩卖机曝光 预计会先在台北市上路让大家使用 虽然还在进行测试 但它内建回复超逗趣 不禁让人灰心一笑 除了串联资料库还支援 悠游卡数位信用卡支付 一定会一定会 因为那它这样设点就可以多设一点 然后人力上也可以节省很多 因为看它广设的程度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很方便 因为政府本来就是要想很多方法 然后让民众更容易拿到口罩 口罩贩卖机它一样就是可以附上塑胶片 这样就不会按钮 大家都一直重复上按 只要测试成功 未来再陆续新增 就是希望减轻钥匙负担 也让需要口罩的民众能更加便利 目前听说他们只有会先设在健康中心 也不是会广设 那这个部分还在研议上 只要未来技术上可行 我们当然都可以推 民间开发跟政府合作 口罩贩卖机还没上路 已经引发热烈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